在大陸戰後,共和國就遷移到台澎金馬 到今天為止,都五十七年 在大陸有另一個共和國 1949年到現在也都有五十九年的歷史 即是說中華民國就在台灣就有五十九年 在大陸就三十八年,總共就九十七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大陸就五十九年 即是其實現在真是兩個中國 不過這些人不肯承認而已 但是台灣這個中華民國的香火 可不可以保得住呢? 就真是要靠台灣的朝野大家認罪這個共識 因為現在的國家認同是出了問題 在台灣有差不多四成的人是主張台獨的 台獨之所以形成就多謝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 沒有中國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就不會有台獨 台獨最後幕後最有力的支持者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 所以如果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放棄一黨專政,環政於民 我想中國就有機會成為一個真真正正 行蓋台瓣金馬和全中國大陸的一個課真假實的共和國 共和國就是人民的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叫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人民共和國 共和國就有別於君主國就當然是人民的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號其實多了人民兩個字 基本上就應該叫做中華民國 這個很清楚的 不過當年改姓譯號 就是因為毛澤東 他覺得我要改朝半代就自然是改姓然後譯號 就是說這種就是將中國傳統的封建帝王思想由共產黨繼續延續下去 如果當年共產黨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 革命成功在他們來說 他不改國號的話 那就是政黨輪替而已大哥 不過他是用武力的意思而已 今天的台灣 那個政黨輪替已經是靠人民的選票 國民黨在台灣一黨獨大幾十年可以到了公元二千年 被民進黨推翻 但是民進黨有沒有武力推翻他有沒有 民進黨是靠選票推翻國民黨的統治 就是人民決定不讓國民黨繼續執政 但是八年之後人民又決定不讓民進黨執政 他又給國民黨執政 這個就是政黨輪替在民主國家是常態的 最好國民黨這次又被人輪替多一次 那台灣那個民主政治就很成熟 但是在中國大陸 大家看到永遠都是一綁鑽成 永遠都是要共產黨千秋萬世 我們昨天在立法會 這個立法會主席的辯論會的時候 最後 長毛 問張玉成你是否共產黨 現在蔣玉成 商社會 鄭玉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